我们来实作一个让红绿灯LED模组可以分别闪烁灯号的程式 在一开始我们一样使用当绿席被点击 然后在脚位初始化的地方 我们分别用将脚位9 还有脚位6 跟脚位5 三个脚位是分别对应到红绿灯LED灯的三个脚位 然后它们的模式要设为输出 再来我们设计一个给它一个重复限次的回圈 开始执行我们的程式 在这个地方9代表的是绿色 那一开始我们要让灯号只显示绿色的话 我们就是让脚位9数位输出为1 然后其他脚位6数位输出为0 脚位5的数位输出为0 这样就完成了我们只亮绿色灯号的一个程式 然后我们让这个程式这个动作可以持续1秒 我们可以直接复制整块 得到另外一块积木 这个时候我们再亮下一个灯号 再复制一次 亮最后一个灯号 我们把这个积木放进重复一线次的积木中 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个程式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执行的效果 你可以看到红绿灯LED模组的三个灯号依序闪烁 我们现在看一下执行的效果 我们现在看我觉得真的厚 这按钮要点赞 的那个虚圈 这哈 或是一样的 有点噪文 那这儿有点特别的 这儿产生的